好 接著我們一起來看本週新電影的精彩片段 由安倍葉郎作品改編的日劇《深夜食堂》 正式推出電影版 你最初就知道了嗎 我愛你了嗎 你也許可以嗎 自己也許 延續系列作品 讓繪出現代人的味覺相仇之外 電影版更針對福島核哉 提出心思 好事 別人也想不到 好像復帥 別走 如果能夠做什麼 任何人都會做 我說要告訴大家 我能夠遮蓋任何事 對嗎 KEEPER手意外自殺 男孩子告奮有加入樂團 沒想到主唱法蘭克 超特別 你覺得奇怪嗎 如果我會說我的眼睛表現 歡迎笑 驚喜看 但什麼在頭上的頭 在頭上的頭上 在頭上的頭上 我會覺得這很吸引 這齣英國古怪喜劇 靈感來自搖滾歌手 蘭克賽的波頓 而電影中的法蘭克 曾經真實存在 並且鋒擊一時 人們應該要知道你 你應該要有名 你應該要有名 不想說你的髮型 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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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 這位從頭到尾帶著頭套的人 可不是省油的燈 由X森景中的萬子王飾演 並現身演唱主題曲 我愛你 你最喜歡的歌曲 的歌曲 Coca-Cola Lipstick ring Go dance all night Dance all night Kiss me Just kiss me Kiss me Nephrediti 這位你的歌曲最喜歡的歌曲 Yeah H-YAH People會愛它 一场意外车祸 二十世纪初的女子 竟奇迹似的青春有助 我会永远是你妈 你会永远是我女儿 逼美般结明的奇幻旅程 Gazic Girl女主角 饰演不老妖姬 穿越时空 合乎十一的完美妆容 引发了女粉丝的热烈模仿 为了让用字浅词 与讲话方式 合乎二十世纪初的女子 布雷克·莱夫里 特别接受语言特训 表现出与现代人不同的 说话方式 It's better this way No, it's not All these years You've lived But you've never had a life I don't know how